各位朋友,大家好。最主要是都介紹一些生活食物。 食物、生活,當然大家的身體健康最重要。 世界的一些,不管是獨裁、民主、自由的國家, 都有獨裁一大堆。我們個人都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照顧好自己的生活。 這是每個人最基本的生活要求。 我會說AAP亞東新聞,台灣一生不動產資訊婦聯網。 AAP亞東新聞十一自行義勒婦聯網。 AAP亞東新聞公司治理生活法力。 法力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法力自信網。 最近感受很多好朋友的支持,包括我們的曾老闆。 曾老闆他是做環境保護、土壤防治、包括建築規劃。 他本身是很專業。另外,感謝我們這邊遺產管理人金學平律師。 很專業、很客觀,處理遺產管理的債前、債務的清理的事情。 另外,感謝我們林陳彥律師。因為他以前的一個宿舍有一個醉月樓做古董藝術文化的展覽。 我們說的是藝術法。這是最關接受的。 另外就是我們白銀三人,他本身在明前四面佛。 就是我們明前四路障。三號出國天翔路,有明前四面佛。 大家有需要的時間,還是說要清新敬仰。 你會再來明前四面佛參拜。 司令外相機是第一次理社長長期的規劃。 就是農藝、原藝、林業、生物科技。 當然有農藝、通路。通路之後呢,就有田林二三代宅的規劃。 有要用植物園區的規劃。 一些老朋友呢,因為身體不注意的時候呢,就有展現一些什麼圓面神經。 有的人是過疲勞,有的是感染。 這病毒的感染呢,每個人都要做好個人衛生環保。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我們另外感謝我們王董。王董就是因為他有醫療器材。 還有我們次理酸電解水生成設備的夾夾。 他本身呢,是檢驗室,檢驗室這個組織。 本身呢,精關心,每個人的健康。 所以他都自己在做圓花。 包括我們另外就是, 心拼仙拼死高節天。 心拼仙拼死高節天,就是五六天的 政策節目期,其中期期, 在羅威最近含你的智慧財產業子擁有者鄭小姐 有溝通我說沒有你就提供傳奇人物廖天町 以前的完辦讓我來做選團 讓我來做補出 所以傳奇人物廖天町 我預計一百月來補出 就是在我們無樂天的廣播民生的頻道做補出 所以大家敬請期待也敬請支持 一關傳奇人物廖天町的CD節目全套六萬五千塊 大家有的可以支持 不然你就要單字買一遍10集都可以 你可以和鄭小姐直接連動 謝謝大家 地精神感謝大家 亞東新聞台灣支撐不動產資訊 婦聯網因為有都市計畫法外相關 到 都市計畫法外相關 好朋友大家好 這關你經常聽我說的信賴保護原則 還有所謂法律不受既往原則 一些公務人員優惠存款還是退休金 這些都涉及到人民的權利與義務 有的就修法完以後對原來的信賴利益者認為說被剝奪權利 我們今天會來講這個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部分 就是說有無信賴表現的存在 如果你有信賴表現的存在才有討論的空間 所以 就是公私益的權衡 確認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 將過程依職前撤銷違法處分之限制 這些法律議題 說得簡單就是 變成說 你解釋說 什麼叫信賴表現 信賴表現就是 因此指人民居於信賴基礎之確信 而在此確信基礎下 投入了對應的成本勞費 事後如果信賴基礎被戳離 人民能來居於確信所投入的成本勞費 將歸於土壤 該等成本勞費 才是所謂的信賴利益 最高 行政府還107年判制第5號判檢一職 可以參照 我們談這一段就是 當時台北市政府 就規劃了低種住宅區 然後公園立地還有計畫道路 當事人就評估說 旁邊有低種住宅區 他的土地雖然是保護區 但是有通路可以抵達 在信賴保護的原則下 他認為這個是 政府的公開的資訊 他做了評估 政府去帶繳了所謂的遺產稅7千多萬 帶繳了登記規會四五百萬 當然被告 台北市政府會認為說 這個信賴利益 政府有權力去變更 但是人民認為說 你是既然公開 你不可以對人民不利的部分做處分 另外就是憲法的規範 憲法規範 大家說 不然你就是憲法法庭 行清釋憲 沒有那麼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 按人民據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 以送達之確定中級裁判申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其案件之審理程序 准用第九十條第一項彈述規定 案件得否受理 以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審查庭就承辦大法官分案之申請案件 得以一致結尾不溯理之裁定 並應覆據理由 憲法第九十二條第二項後段 第九十條第一項彈述及第四 六十一條第二項前段分別定有名文 此案 人民法人或政黨申請解釋憲法 須以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 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提取訴訟 對於確定終極判決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 發生由抵觸憲法之一意者使得為之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所謂的大審法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段定有名文 所以他就審查庭會審查說 如果僅就法院的認識用法之當法有所爭執 沒有客觀上具體指摘 細徵規定就有合理處憲法的地方的話 就以大審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 同時審查庭就會裁定不受理 我們來講這個原因就是 因為現在大家都說違憲 跟你要想收什麼收了 原來的對不利者 我常常說過 奇怪 人民本來就有重救重新聯者 如果救法有時效利益的話 你政府怎麼可以再去修改一個 對人民更不利的 所以有違背法律不受既往之法治果原則 並抵觸性愛保護原則 這大家勞力激盪 其實以前的本書 其實可以彈掉 要用現在的法律的觀念 去處理一些事情 所以做一些事情 就要做風險評估 做利益評估 東新聞今天會簡單說一下 因為我最近強調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利益 還就是法律不受既往原則 但是現在政府有些法律 都會推翻 以前一些不合理的規範 比如說國民黨以前的東山 比如說公務人員的優惠利率 例如說退休金 還減少 按程式的責減 其實如果是勞工保險條例 所以退休金是有對人民比較不利的部分 都做修改 因為他考慮到財政收支的問題 這些包括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的之前 復習條例 這些都是跟人民的情理有關 但是有沒有抵觸憲法 這是我之前 律師給我的朋友說 官制兩個口 如果他要解釋說有抵觸就有抵觸 他要解釋無抵觸就無抵觸 所以 要神經病 漢四條 漢四條有時候 自己過得不太舒服 所以有時候神經病比較大條 比較不會這樣 斤斤計較 然後 放不下 放不下 這是 這個世界可能是這樣 所以我頂著一句話說 俄羅斯的漢大國 沒想到沒想到 去有一個比較修國的烏克蘭 不可以去有什麼意思我不知道 他說有官民談話 這是他們的桌傘 這是他們的桌傘 我問一下 我們的桌傘要怎麼偷偷回來 我們以前的桌傘 在農電水域進城的開墾 我們桌傘要怎麼偷偷回來 就說法輪你幾番 說你時間超過 你喪失所有權 要怎麼偷 批也偷 好啦不要說這個 說這個有時候覺得歸氣 這是說有時候要看得開 看得開 健康快樂 最重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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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事實要說沒關係 我們的節目就夠了 所以各位的受感受聽 六千感冥萬千 我已經盡力說這個故事 三十個月的不聽 但萬人聽到會好 會好 每次朋友只夠 共助 健康快樂 萬事如 台灣 自信用快樂 萬事如 台灣 自信用快樂 萬事如